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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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间,师父通常 放转,放轻松 眼睛看这里 师父通常不讲太多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一点里面来到这个地方 或者一点半 来到这个地方 一直到现在 已经三个多钟头了 大家也非常的辛苦 不过我们这个举动走对路了 人的一生,如果没有学佛 就是结婚最重要了 结婚就是大日子 人生的大日子 结婚是人生的大日子 但是这个学佛呢 归一是最重大的日子 所以有的人像台湾或者是大陆的人来 所以要归一 那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子的 要归一嘛 就好好的把归一的仪式 归一的这个意义 还有这个如何来拜佛礼佛三宝 我们要知道门中最基本的这些礼节要认识 所以我们这里的归一时间 就会花很长的时间 正是因为出入佛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归一是在菩提道上一个最重要的入门 因此我们的归一时间就会花得很长 那有的人突然来到讲堂 说一下子就要归一 那就没办法了 就只能说给他一个归一证书 结一个善缘 真正的归一 就要像在座主委这样子 来到这里啦 就按部就班的来 举办这个仪式啊 入门啊 就像大家这样 今天这个才算是功德圆满 像你们这样子是最好的 那很多人来的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也只能写一个归一证书 那个叫做结一个善缘 他那么远来 又急着回去 那你怎么办 那只能写一张归一证书 这个叫做结缘归一 那你们这个是真正的归一 真正的归一 那么今天呢 你们已经那么久 坐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 那么为什么今天呢 师父一定要上来 跟大家见个面呢 最主要就是说 来到这里是归一的 师父的徒弟啊 人家问说你 到那边有没有看到你上人 说没有 没看过师父 在马路上碰到 那个好像我师父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犹豫 在路上碰到 至少知道是我师父 长这样子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上来 跟大家见见面 跟大家见见面 那么你们 这位 归一佛 那么就是归一释迦牟尼佛 佛陀呢是 初世间的大圣人 也就是很有智慧的 大智慧的圣人 大智慧的圣人 那么我们的本性 本性也是佛 这顺和人也 以和人也 有为子异若是 我们如果肯 就我们也是佛 所以佛 法身 会归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心性 那么什么是法 法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 简单讲就是 让我们解脱的真理 解脱的真理就是法 法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心性当中 法在我们的心中 罪悟的人 他就内心随手拈来 他就是法 那什么是生呢 巨大慈悲心呢 法菩提心 何何重 智利利他 这些就是生重 那么我们内心里面 与世无争 那么这个就是 内心的心性的 所谓生 那么佛法呢 它是理性的宗教 也是回归到科学 也回归到智慧 佛法不是一种感性的宗教 也不是一种盲目的宗教 佛法它是回归理性 回归智慧 回归科学的 比如说今天来讲 像挪威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 这个重大的事情就是 就是这个 基督教的极右派 基督教的极右派分子 不满国家的移民政策 因为挪威的政府 在这半世纪以来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他们都是希望 不以邻国为敌 都以国内 都是用和平的相处 所以百分之 八十的人 都是基督教的 但是基督教里面有极右派的 就是极端分子 他不满政府 那政府也接纳了穆斯林 也就是回教的穆斯林 那接纳的 那么挪威本身 福利也做得很好 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的教育 都是教导孩子独立 教导我们台湾的教育 是让孩子一直读书 一直考试 挪威不是这样子的 挪威的教育 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 挪威的教育就是 但是你今天 你要毕业 又要滑雪 你今天 通通不准父母亲陪你的 通通自己来 所以挪威的人 他们从小 你要自己要搭帐篷 去露营 通通靠自己 在挪威打学生是犯法的 我们在这里只有爱 没有惩罚 所以挪威的教育跟全世界 都不一样 那么在那边的华人大概有三百个人 那么这个基督教极右派的就是不满政府 不满政府 又在这里买了六万公顿的有机肥料 六万公顿 再来再离挪威奥斯路那个岛 大概有很近的距离 大概有四十分钟 那么刚好青少年在办这个夏令营 夏令营 这边就炸掉政府了 七个死掉 一百个多人受伤 炸掉整栋的政府 那个总理差一点也没有命啊 他就是不满 简单讲就是因为宗教的观念 基督教容不下穆斯林 认为不需要对回教这样子 所以就在那个 青少年在活动的时候 就开枪的射杀 总共打死了85个人 简单讲加起来就是死了92个人 一百多个人受伤 一个观念而已 诸位 我们凭什么 有资格去剥夺人家的生命 我们凭什么 佛教的思想是非常理性的 人类生而平等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这是佛教的思想 在座诸位 今天讲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今天如果说在座诸位一百多位 来归于佛律法师 明天就假设说了 背叛 且信基督教的 师父也是一个尊重 神明是自我选择 对不对 师父没有意见的 我们也会活得很自在 你来 我的心性不争不减 你走了 我的心性还是不争不减的 没有任何的真减的 不受动摇 不受影响 我们可以最大的尊重 所以佛弟子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你要学会尊重 学得懂得如何尊重生命 乃至一只蚂蚁 一只昆虫 何况说去动 动刀动枪去杀人 把他炸掉 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 你的宗教理念跟他的宗教理念不一样 那你有什么权利把对方杀掉 你有什么权利 对不对 所以佛陀说 一切的痛苦来自于无名 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 那么所以说我们学佛 今天来讲就是走进真理的殿堂 你有因言来走进这个真理的殿堂 是多么的稀有难能可贵 那么回去以后呢 有一年要多多听经啊 文法呀 这是有机会 1999年我到大陆北京 很健康啊 这个声音很健康 健康 不会哭的就很惨了 好 那么在1999年呢 回到北京的时候啊 北大的学生参学社 那北大的学生第一句话 就问师傅 那么找机会跟师傅见面 第一句话就问师傅 请问师傅 我们北大想请你演讲 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说行 只要贵校有这个因缘 我不晓得你们的规矩怎么样 没有问题 第二个 为什么要写佛 请问师傅 为什么要写佛 我就跟北大的学生讲 因为要学习做自己 所以要写佛 他一下子听不懂 为什么要学习做自己呢 我们现在就是做自己 我说你现在哪里有自己 你现在叫做教育的产物 一 家庭教育 二 社会教育 啊 学校教育 三个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这个教育有固定的模式 让你在一切的观念里面 运行着某一种 道理在走 看起来有道理 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某一种时间跟空间 规定的一切事情 是人规定出来的 要不然为什么法律会有这么多漏洞 宪法为什么常常在修改 是因为人定出来的 就不是真理 所以为什么要学习做自己 为什么 我跟北大的同学讲 学佛就是要学习做自己 是因为 因为 我们本来的这个智慧被埋没了 本来的智慧被埋没了 所以我们 一切的众生 这辈子只要没有碰到佛法 几乎没有因缘 开采自己的本来的智慧 跟觉悟的 这个可能 几乎没有办法 我们完全 家庭教育 怎么教 我们就是怎么学 所以通通是观念 通通是符号 我去台湾大学上课 也是跟学生这样 一加一等于多少 对不对 讲得很好 那一从哪里来 那一从哪里来 这就是禅 一到底从哪里来 一 一是什么 哦 一下子同来 我们老师没有教过一从哪里来 这个就是 没办法把生命 整个 去透彻 一 只是一个观念 一 只是一个符号 一 只是一种认同 一 只是一种惯性 大家喜欢这样子做 一 就是一种抽象 一 是一种树枝 咦 我们老师没教这个 是的 佛法就是教老师没教的 再接下去 生从哪里来 不知道 死亡哪里去 不知道 你今天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起无名 也不知道 东东不知道了 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生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在迷迷茫茫当中 过一辈子 过一辈子 所以 能够今天接触到佛法 是非常的幸运的 人之所以痛苦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生命的真理 真实的意义 因此我们非常的茫然 非常的茫然 以为这个世间 有一种东西 我们可以去追求 但是你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你又不得不去面对它 你不可能离开这个生活 你必须顺应大自然 顺应大自然 最大的奖励就是生存 你连生存都没有这个能力 你谈不上佛法 那么奉行佛陀的教诲 最大的奖励就是开悟 建训 得到大解脱 所以你今天你破坏了大自然 大自然就会反扑 一定的道理 所以大自然给我们 顺应大自然最大的奖励是什么 就是能够生存的很好 有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不要去破坏 环境 佛地址 重视两个环保 一 外面的环保 二 心灵的环保 心灵的环保 就是不贪 不吃 也学习了 尊重别人 这个就是佛法的伟大 是荣耀 它也是如梦幻泡眼 也不是实在的东西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如如意如电 应就如事观 你全世界拿到你 Doctor 博士 博士又叫做医生 医生叫做博士 那有人如何 对不对 So what 你拿到前世纪的博士 哈佛大学的博士 又如何 到这里就说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这个东西 所以协力 修学佛道 无关于协力 也无关于文质 那后来慢慢讲 平常心才是最伟大的 这些荣耀 都是如梦幻泡眼的 不实在的东西 不实在的东西 所以人之所以痛苦 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生命它是一种观念 这个观念错误 它就会走 走路就完全偏差 而且自己 坐进制服 死在这个 自己的观念里面 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 活过的日子 就不一样了 日子就很好了 是不是 这个就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世间 觉得荣耀的事情 其实是很抽象的 其实是没有具体的 只是晃动一下 迷惑一下你的内心清净 满足一下你的优越感 跟自尊心 那一刹那 好像你抓得住它 其实是没有的 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幸福跟荣耀 当你靠近它的时候 你好像你接近的幸福 可是当它接近的时候 幸福好像离你很遥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在希望 失望 最后在绝望 又燃起一线 希望 得失之间 这样过一辈子 所以 所以 西佛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提早觉悟 哦 这个一切 这个世间 凡所有像 就是希望 举个例子 哇 那个查尔斯王子啊 跟戴安娜 戴安娜王妃 几十年前 对不对 在英国的西敏市结婚 轰动全世界 这个世纪婚礼 英国的皇室婚礼 查尔斯戴安娜 没多久戴安娜车祸死掉了 碰到儿子 威廉王子跟凯特 又结婚了 那么漂亮 那么庄严的 戴安娜 王妃 赤壁妇里面讲的 二金安哉哉 没有 什么东东没有 再来 Michael Jackson 摇滚的精良 那个夜球漫步 倒退路 倒退路 那人跳的都没有 但是他就很厉害 人家他就是很厉害 怎么跳 脚步往前面 人却是往后退 是不是 就是练了一生精湛的武艺 算是武林高手 舞啊 跳舞台的舞 对不对 武林高手 然后突然间暴毙 说用 用 用要过量 暴毙再加暴毙 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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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轰动全世界的 对不对 人 我告诉你人很迷茫 迷茫到 你看到那个实在很难过 最近 一个十六七岁的小贾斯汀 那个也不晓得在唱什么 那个一唱歌 你看那个你粉丝啊 嘿 那个粉丝啊 粉丝啊 粉丝啊 英文翻译的 那个粉丝 那个疯狂到 到什么程度 那个小贾斯汀一跳舞 全身冒汗 那个恶臭的汗 然后那个内衣脱起来 丢出去 丢出去以后 底下刚好两个小妞 那个疯狂的粉丝 刚好 两个人 通通拿到那一件 恶臭的汗衫啊 就一个一拉 左边一拉右边 两个人打起来 为了那一件臭酸的汗衫 打起来 众生 你看到这个 就很难过 对不对 他就不会说 我疯狂的为真理 对不对 那一件臭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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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疯狂程度 你无法想象 英文讲incredible 你实在是 不敢相信 I don't believe Watch the TV 你看到这个 电视上的这个 难过 非常的难过 因为众生实在是 太茫然了 台湾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太茫然了 台湾也是这样子 顾寮 举办了一个什么 音乐祭 肯定 三天三夜不睡觉 开什么烘扒 里面都是毒药 然后 第二天 倒在沙滩上这样睡觉 睡得已经 昨天看起来像个小姐 这样睡起来的脚 东南西北四天 通通已经走样了 那个磕药 然后晚上都不睡觉 对 然后又有人暴毙 突然间 因为心脏 没有办法复合 暴毙 跳舞跳到 第二天死掉 如果他今天能够 从晚上拜佛 拜三天三夜拜死人 保证往生 这个拜佛就没有这么坚持 这个跳舞是 哇 那个可以坚持到 三天三夜可以 不用睡觉什么 真是有办法 所以你知道 把造业的 把造恶业的那种 坚定的信心 来造这个善业 各个成佛 大家也做作书 有一个伪作作书 拐教 赌博 说有那个七天七夜 方程之战的 七天七夜 精进佛妻晚上都还要让你睡一下 那个大麻将七天七夜 不用睡觉的方程 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最后趴下去 走了 韩国也是 去网咖 打了三天三夜 一个十几岁 十九岁的 三天三夜 韩国网咖 这样子 打完了 趴下去 心脏麻痹 是的 所以 人生太迷茫 因为无痴 也一直想追求 得到一种快乐 他把这个感官的刺激 短暂的东西 误认为 那个是有实在的快乐 是没有的 没有的 没有的 有一个 在百货公司的柜台的小姐 人家那个集团的总裁 看上她了 对不对 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 哇 因为掏空案破产 破产 破产 本来是麻痴变凤凰 变凤凰 后来宣布破产了 集团的总裁也讨掉了 哎 记得 不必羡慕别人 活得怎么样 只求心安 哎 你不用去羡慕别人 啊怎么样 人家什么 王永卿啊 郭台铭啊 多多有钱 不用 拥有真理的人 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没有智慧 是人生当中最可怕的贫穷 没有智慧 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所以 大家 在座诸位 今天有因缘 来碰到佛法 那么楼下有一些光盘啊 佛书啊 每天啊 看一点也好 接触一点也好 给自己一点机会 你一定要给自己机会 难得 就碰到这样子的正法的因缘 而失去的这个因缘 师父替你难过也可惜 难过也可惜 你看啊 上次有一个 有一个在皈依 在楼下碰到师父 我说 你为什么要在皈依 他说我要找贵力法师 我就知道他不认识我 我贵力法师在前面啊 他说我是天主教徒 我叫你来 他说不是 我昨天晚上啊 在睡觉的时候 梦到虚空当中 看到贵力法师 四个字 通通是金色的 天主教他哪里会认识贵力法师啊 除非他那个 圣母玛利亚给他说 他说我就觉得我很怀疑 我是个天主教徒 为什么虚空当中有四个 因为他不认识师父 他就问他的媳妇 说这个四个字到底是谁啊 他说哦 这个在南部 南部 智商很高的 而且是弘法 立生 一个大法师 还好他没有讲矮矮的 这算是给我很面子啦 是不是 我这句没说 他就第二天就来了 来了因为不认识师父 不认识师父 我说你看啊 他竟然 是做梦当中看到 四个字而来皈依的 你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还有一个写的更奇怪 我们啊 上面都要写一个介绍人啊 他那个介绍人写谁你知道吗 写我家的神明 结果他是冬季 我家的神明 他说 哦 这样我们真出名 哦 这个名阳两届都很吃得开 连那个神都会 都会介绍人家来 来皈依的法师 算是不错啦 我家的神明 哦 他的介绍人看起来是 特别的奇怪啊 特别的奇怪啊 今天这个博士写地藏王菩萨 哪个是博士啊 44岁的哪一位啊今天 你写地藏王菩萨是什么意思啊 是送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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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又梦见地藏王菩萨的啊 博士来皈依不简单 你后面那个也是博士啊 中山大学的博士 我们都准备要出家了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给大家一点点互动的时间 不要说哎呀都是师傅讲的啊 你们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Question and answer 有什么问题师傅来回答 好 嘿 麦克风拿麦克风拿麦克风啊 师傅善伦慈悲我想请问你就是说 念佛的时候 没有念佛的时候 就是念佛的时候 反而觉得很糟糕 就是很多杂念千金万马的杂念 那不念佛还好 什么夜念的时候 然后你又想去降伏那些杂念 可是越想要降伏 那个杂念又越多 答对了很好 那又舍不得去放弃不念佛 对对答对了很好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 不念佛的时候啊 就像这个房间 房间 你什么都看不到 当他要念佛的时候 早上阳光一起来 照射进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很多的什么 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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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人准备修行的时候 就会跟妄念抵抗的 这个表示你进入状况 但是功夫不够成熟 所以一个人 如果告诉我说 阿修我没有妄念 就是他不晓得妄念是什么 他不晓得妄念是什么 当一个人又正在用功的时候 妄念会跟他抗拒 他发现修行佛道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这么简单 是的 就是这样子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去台湾大学 在医学院上课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们现在都是外科医生 你们现在就准备要当医生 operate 你看看医院里面的operate room 手术室 手术室 你们准备要开刀 当一个人肿瘤的时候 比如说巧克力囊肿 或者恶性肿瘤 你可以开刀 脑瘤你可以开刀 对不对 我现在问你们这几个医生 你们都是最高分数 台大医学院的最高分数 进来的 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很烦恼 失恋很极端的痛苦 一直想要去跳楼 请问要开拿什么刀 要用什么药给他吃 回答不出来 你有沒有一种药可以治疗 失恋的 那只有一种药就是 晚上让他好吃一点 就是多吃几颗安眉药 在睡醒睡醒以后 还是爱他 对不对 爱你是一种罪 爱你是一种业 爱你是一种恶 我依然偷偷的爱着你 感情你要吃什么药呢 没有药 这个就是说 医生没有办法解决生命的迷茫 完全没有办法 而且束手无策 有一个医生他专门治疗忧郁症的 忧郁症的 有一个医生 那是院长 人很好的很慈悲的 那人家得到忧郁症的 开药给人家吃 开药给人家吃 后来这个怎么样 这个医院的院长 自己跳楼 自己也得忧郁症 这就表示说 忧郁症进去治疗的院长 对不对 可以救了 暂时安抚一下那些忧郁症的 可是到最后 自己的忧郁症 自己没办法 四川 有一个得忧郁症 得二十年 忧郁症二十年 听了之后的佛法以后 他把所有的忧郁症的 要通通丢掉 通通丢掉 他心找到了很大的寄托 很大的寄托 所以在座之位 你们今天能够听闻到佛法 是难能可贵 女能尊贵 看看 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 二十分钟 你们有什么佛学上的问题 师父来回答你们 来麦克风拿给他 坐 坐下来 师父上人慈悲 我是今天来这边皈依 是因为在梦境当中 师父的神师 有来到我的梦境当中 就来到我家里的佛堂 然后就是让我来 今天这边皈依 然后我就带两位师兄 那今天一起来这边皈依 那我家里边就是有 还有仙堂 就是有天神啊 就是说 还是继续的供奉 那就看你们啦 如果你改变的话 会引起家庭的革命 千万不要去改变 心中有佛就好 如果你可以改变 你的先生 或者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家里可以接受 最好是改成正性的 看你的时空性 时间跟空间 应不允许 会不会引起家庭的革命 要不会引起家庭革命 不会引起家庭革命 没问题 有的人只有吃一个素 吃素而已 就要跟他离婚 你在吃素我就跟你离婚 吃个素就要离婚 真的有的人来到师父面前 这样哭得很惨 我不修行的话 没事啊 就修行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就是修行的成果 右边种一块 左边种一块 你就知道怎么发生的 他就是被打到鼻青脸肿了 他老公就是不要他吃素 不要让他吃素 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吃素而已 就起家庭革命了 知道吧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 看你个人的立场 好 好 接下来呢 快点 动作快点 时间 剩下15分 商人慈悲 我想请问两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说 一般都会说不杀身嘛 可是到底遇到这个蟑螂蚊子 到底是 你们的立场是杀 我的立场是要把它整理干净 整理干净 杀是因为他会有传染病 因为你初学佛是这样子 像我们的话 我们就会撒大杯作水 尽量不要撒 但是把房间整理得干净一点 垃圾尽量 常常拿出去倒 对不对 最主要的 会有这些蚊虫蟑螂 最主要是 邻居 我们家整理得很干净 可是邻居不干净啊 对不对 好 第一个问题 所以说 我们如果家里 要三天后 要喷洒这个药的话 先点香 告诉这些众生 三天后 就要喷洒药了 三天以内 你赶快离开 不离开 因果自行负责 就没有 没有法度 那是太有法度 不然你要放在他 对不对 那还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你还想闹那个鼠 鼠疫 二十一只的老鼠 你怎么办呢 那你当然要 还有蝗虫 澳大利亚闹这个蝗虫 你不杀 有时候 这个没办法的事情 无奈 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 像刚刚遇到 比如说 你不小心杀死他们 那有没有什么样 比较方便的方法 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 可以超度他 那你就 那你不小心杀死 就跟他讲 我是不小心的 有事吧 就找惠律法师 来 找文殊奖康 来超度一下 也不是故意的 谢谢恩师开心 是的 是的 来 师父上人你好 你好 坐下来 我个人是有在练习说 就是只有 日中一死这样子 也有练习一定的成果 可是回到家里之后 我的母亲都会希望我 吃肉 然后三餐都吃 日中一死还是不好 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偶尔一下子可以 但是长久以来 身体会败坏 日中一死是出家人 没有杂物 没有杂念的人 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日中一死 像以前有一个比丘 也是日中一死 因为 这个比丘也很精进 他一天只有吃一整 吃中餐 吃中餐的时候 哇就吃一大波 一大波 这个吃下去 这个胃下垂 胃下垂 胃下垂 饿的时候 饿了整天都没东西吃 一吃的时候 吃一大波 这个暴饮暴食 不好 我认为 健康还是很重要的 你今年几岁 我现在35岁 年轻 翻过来也只不过53 还是很年轻 无论30还是53还是很年轻 我都比你老了很多了 不过你气色 看起来比我成熟多了 说你老不好听 我快60岁的 气色还比你好 你真的小心你的身体 健康是一切的根本 把身体搞垮了 不叫做休闲 知道吧 谢谢 哦 身体还是最重要 好 再来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 麦克风交给他 来 师父先生你好 是 想请问一下就是 像我们早晚课 我们初学佛法 我们早晚课 要念什么经 或什么咒 会比较好 那要看个人的时间 个人的时间 如果你准备出家 那就按照出家的功课 如果你是在家居士 早上就送普门瓶 念观世音菩萨大悲咒 六字大悲咒为主 会吗 普门瓶 大悲咒 普门瓶念完 念观世音菩萨 再念大悲咒 再念六字大悲咒 再念六字大悲咒 再来就是 宴霄三藏诸凡导 晚上就念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圣号 最后再回向 看你的时间 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 就直接念佛 直接念佛 直接念佛 就直接回向 看个人的时间奄奄 你在哪里高救啊 我现在目前在家里工作 家里是开服务业的 那就是本身时间 应该没问题 是 那很好啊 非常好 就是这样子做 知道吧 在家居士 有没有想要出家呢 怎么会笑得像曹操一样啊 如果有因缘的话 如果有因缘 好 接下来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诶 没有声音 请教 你们本师 南母本师 可是释迦摩尼佛跟阿弥陀佛 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释迦摩尼佛跟阿弥陀佛 法身是一样平等的 可是硬化身不一样 释迦摩尼佛硬化在娑婆世界 那么阿弥陀佛视线在极乐世界 教化 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里面有一样 有法身一样 硬化身不一样 好 再来 你坐 坐下来 那个弟子持念佛号 但是 并没有前面南母两个字 也没有后面的摩和沙 只是简单的 那不行 南母阿弥陀佛一定要 恭敬啊 佛号你一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不不 不这样 这样这样对 对佛没有礼貌了 对佛没有礼貌的 所以应该要念完整的 不 不是这样子 要念南母阿弥陀佛 念了324声 才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母就是皈依嘛 要先念六字 再念四个字 知道吧 不可以一下直接就念四个字 这样对佛没有礼貌了 谢谢师父 来 恩师师悲弟子问仪 那个日前拜读和尚 那你好像有交代说 我们是以念阿弥陀佛为主 但是有碰过一个状况就是 临终的时候是念观世音菩萨 对 那这是有一个观点要理清就是说 那临终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到底是往生 往生 极方极正世界 可是师父在书中是大力提倡 还是以念阿弥陀佛为主 对 那这里有一个观点 就是离不清 因为有的人实在是 以念观世音菩萨为主习惯了 不是 重点不在这个 重点不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 重点在一心不乱 你没有讲到重点 重点在一心不乱 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 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 一心不乱 就受用 就受用 好 再来 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八分钟 师父阿弥陀佛 因为母亲那个 就是刚往生 往生三十二天 那在母亲往生的时候呢 就上个月六月二十号 那因为我 我妈妈的媳妇她是 走那个日年正宗的 所以她的 等于说她往生的时候 我们都没办法祝念 那因为 之后我们做她 嫁出去了女儿 我们依照那个法师的 开示 就是依照那个临终臂兰 来帮妈妈处理所有的后事 做很好 很好 可是我做女儿的 还是有点担心 不晓得 妈妈四十九天之后 到底她是到哪里去了 那请问一下 我们母女有办法相应吗 我告诉你 对不起 我告诉你 尽力就好 其他不是你能力所能批判 或者是所能够预测的 尽力就好 其他就不能再讨论 知道吧 因为我们不是圣人 到底怎么知道你母亲去哪一道 没有办法的 你尽力就好 知道吧 尽你的孝道尽力就好 好 再来看看 来 来 麦克风 麦克风 Good afternoon 那个 请问师傅 就是啊 我感觉 我的人生很迷惘 那相信佛法的话 可以找到路吗 是啊 你很迷茫 你今天走到文书讲堂来 这个迷茫就会渐渐消失 知道吧 你走对路了 不过年轻人 有时候还是会去迷糊一阵子 有时候还是绕一绕 绕一绕 对不对 到时候才绕回来 今天来讲 算是一个结缘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那年轻人啊 有时候你讲太多的道理 没有用 没有用 他那个欲望太强 他那个本能太强 或者追求的这个外面的五一六成太强 讲什么道理 还是没办法 但是今天 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先截一个善演 算是好的开始 真的 好的开始 你今年几岁啊 23 23嘛 对不对 翻过来也不过32岁而已 这怎么看都是年轻嘛 正负两面都是很年轻的 很好 很好 师傅祝福你啊 好 再来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很好 程度很好 都没有人有问题了 非常好 那么师傅就不陪大家了 祝大家能够啊 归顺利 发菩提心 把你有能力的 尽量救救众生 救救众生 那么师傅呢 就不陪大家 因为师傅的 用餐的时间到了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佛法生信仰的理念 有一年度度你的家人 有一年度度你的世周围的人 佛法是非常了不起的宗教 是理性的宗教 是智慧的宗教 绝对不是迷茫 绝对不明信 完全是自信的宗教 不同 不同意 回教啊 基督教啊 天主教 完全不一样的 好 那么诸位 你就请站起来 好 好 好 那法务师嘛 领重哦 好 跟师傅问候一下 问信啊 敬礼师傅 参拜 好好好 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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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慢慢来慢慢来 脚不方便就站着 问信就好 一拜就好 一拜就好 就这样子 好好好 好 好 楼下有一些法宝可以请了 好 好 合掌好 请公众师傅回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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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